门开 远景鹤枪实弹撞开门之后 兵分多路搜寻 直接就在一楼找到 刚好下来上厕所的赌客 随后霹雳小组上楼 一开门就见一群人围着赌桌 立刻大声呵斥 要所有人抱头趴下 大家正赌得提劲 丝毫没有料到警方 会在这时候冲进来 桃园警方日前接获民众检局 表示平正区屏东路上 偏僻小巷内有一栋透天民宅 出入人员复杂 疑似在经营赌场 于是警方立刻转开调查 但赌场人员相当谨慎 想要进到里面 不仅需要有熟人介绍 还要搭乘专门的接驳专车 才能抵达 经过警方三个月的跟肩搜证 却认为天酒牌职业赌场后 四号凌晨三点多 霹雳小组埋伏在屋外 直到时机成熟 持搜索票一举攻坚 警方讯后依赌不罪 将负责人及工作人员送办 其余赌客则一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拔 四十二岁无姓负责人 和五十八岁周姓何官 以及三十三名赌客 同同被逮捕 同时还在屋内找到 一万两千元的赌资 和面额五十六万元的筹码等证物 这下人赃巨货 赌场再怎么隐秘 一个都逃不掉了 TVBS新闻 廖宗庆何云庭桃源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